这个麦家老师多次邀请 很热情啊 麦家老师 因为我那次 我跟麦家老师聊完之后啊 就是真的有一种 我不能用信心上戏这个词啊 因为这个词呢 无意之间其实就自抬身架了 因为麦家老师呢 他名声在外 然后呢著作等身啊 所以我这样一个匮乏的 年轻人实在不能用这个词 但是我确实内心对他有很多的崇拜认可 以及这个经历相似之处啊 好像总是在渴求生活中的甜 和生活和人生中的幸福 然后有很多方面又极其的相似啊 生活中长期闷闷不乐 少言寡语 但是到尽头前有时候又不得已啊 职业要求就得这个夸华起谈 胡说八道 他也多次以前在尽头前袒露心生啊 我觉得一个人在成名之后啊 还能有那样的清醒和克制 很难得很珍贵 所以我当时去年在访谈 麦家老师那天 我记得我从这个陕西跑回来啊 那天还下了雨 在这个环道上还堵车 我记得那天好像回来 晚上是谁接我 我跟谁叫 七七好像是 晚了二十分钟 晚了孩子在直播间里弹琴唱歌 那天 但那天的访谈 整体非常的成功 因为麦家老师那天很放松 那天接触之后呢 跟麦家老师还有他的家人 我余老师 我们一起楼下这个烤串店 吃烤串的 就说能感觉到麦家老师 那种放松的状态 在他家人的眼里看来都是烧油的 然后我们上一次去乌镇的时候 我当时是从海南去的 因为当时我带家人去那休息 然后直接去的 当天麦家老师听说我去了 其实还带我去杭州找了这个好吃的 大家一直吐槽说杭州跟北京一样 美食荒漠 但我没有感觉到 因为我到那呢 麦家老师听我去了一个环境非常优雅 取境通幽 然后周围竹林环绕 流水潺潺的一个地方 吃了这个非常特色的当地的饭 然后呢 还品了茶 当时就是那段时间四月份 我记得是当时好像 春茶刚上来 那个茶特别好 绿茶 因为绿茶基本上你保存 你得放到冰箱里冷藏 所以直到现在我还没有喝完 因为现在开始喝红茶 但每次看了那包茶 打开面看了那包茶 总觉得这个 麦家老师对我特别的 我们俩就有一种共鸣吧 也因此有高效的共情了 所以我在那次访谈麦家老师的时候 我说过一首杜甫的一个诗 叫做 人生娇气无老少 论娇何必先同调 或者杜甫还写过 就是这个 结交接老仓 他年龄小的时候 都是喜欢跟年龄大的人在画边 好像一般都有共同语言一样 首先我推荐麦家老师的书呢 出于个人情感来说 其实是我跟麦家老师聊的比较好啊 前段时间其实他那给电影 那是他给电影吧 当时余老师也说了 好像当时说要来 但不知道为啥最后反正是 可能沟通之后没有来成 没有来成 所以余老师安排去了他那去聊 那两天我正好也没有凑上时间 没有见到麦家老师 但他这个书呢 我答应了很久了 因为当时本来说是要去 无证结束的去他那推荐的 没有去成 但是答应了就还是要介绍 首先这三本 关于解密的这些书啊 在早期就已经非常知名了 当时在看到那些 这些作品改编的那些电影上映的时候 那个时候 我尚不知道 我人生未来会有如此大的机缘巧合 能够跟这个作者啊 能够相识啊 能够相知 并且能够相互珍惜 解密 风声暗算 因为叠战片后来一个国产 叠战片的一个小高峰 就在那个时候产生了 这些这三本书 可能好多朋友买的特别早 也买的特别多 然后上次我们主要推荐的是 人生海海 但这本书 其实好多朋友也已经买了啊 所以一般这样 特别知名的书 尴尬在哪呢 尴尬在 第一个好多人已经看了 很多镜头前的朋友 大家的文学素养和人生经历 其实比我要深的 所以忍着耐心 在直播间里 听我废话两小时 之后发现一无所获 因为你们本身的理解 已经很深了 第二个像这种经典书呢 很多朋友已经买了 而且像这种经典书啊 一般都是盗版 比这个版买的更好 基本上你正版能买多少 盗版基本就是 它两到三倍的小两 所以 就是这个书真的很好 好在哪里呢 我觉得 就是从几个方面来讲 第一个就是刚提到的 卖家老师 他自己本人啊 就是杜夫贤那句师嘛 天莫怀李白蒙 说文章赠命达 师妹喜人过 大家听过那句话 文章赠命达什么意思 因为写好文章啊 好文章就 就憎恨那些 一生命运通达 然后幸福顺遂的人 只有你过得苦 你内心才痛苦 痛苦才又表达欲望 就大家说那发牢骚嘛 对吧 文人莫科写的不就是这些吗 有的写的委婉一些 有的写的直白一些 文章赠命达 就是卖家老师 他童年的这个生活经历 他多次表达过 人生就是不快乐 如果能用快乐的话 他愿意用他一切去交换 我当时在听那句话 就有一种想要 渗然内向的感觉 不知道为什么 我没有他那样的经历 但我也是一个内心戏多 我这个纯粹戏多 也属于不快乐的人 文章赠命达 他出生在浙江的一个 小山村女 小时候他的家人呢 因为那个时代原因 所以都被定义成了 各种各样 奇奇怪怪的身份 然后呢 在那些身份的这个影响下 他的家庭的氛围 也比较奇怪 所以童年的时候 他没有得到特别多的爱 他在用自己的方式 去捍卫 父亲尊严的时候 结果却没有得到 对等的呼应和保护 反而是 当时看起来 非常粗暴 且无理的一种 对待方式 所以也因为这些东西呢 后来就给 卖家老师造成了 很大的这个心理的 伤害吧 他小时候 他说 他就开始失眠 这一点 我跟他很有功名 我失眠可能是因为 小时候这个父亲 要出门打工了 就是 对我当时的影响比较大 我总觉得 小时候觉得 自己是一个负担 然后呢 后来在很多的访谈中 大家可能都听过 卖家老师 表达过自己的心声 他说小时候呢 因为家庭成份的原因 被同学歧视 交不到朋友 常常感觉到孤独 但也是这些 现实生活中的 困顿和压力 导致他开始 在文学作品中 寻求精神解脱 这点很重要 就是 当一个人能够 把内心的所思所想 精神上的所感所受 用文字的形式 记录 并且表达的时候 人就可能开始 找到了真正意义上的解脱 因为我理解的 这种方式是什么 就有的人生活不顺遂 或者事业不成功 或者有时候 婚姻不幸福的时候 很多人其实诉诸的 第一个 就是去这种 折腾自己 把自己喝得烂醉 或者是找朋友 倾诉 哭诉 甚至是 没有太大用 因为这种 你总是在向外求 你总是希望 外界突然天降神兵 然后对你的一切 了如指掌 激其共情 然后一两句话 把你点醒 没有人能做到 凡是外界加诸于你的 都只是锦上添花 然而雪中送炭之人 必定是你自己 所以当麦家老师 开始长生写作 去排解内心 这些痛苦的时候 他自己就 可能真的能够 与那份痛苦去和解了 所以他说 他的写作在一定意义上 就是一个被童年困住的人 想要试图得到童年的快乐 想要逃离 曾经的这些压抑 然后他也在多次的 这个访谈中提到说 相比名和利 他更想要快乐 因为痛苦 对于一个普通人来说 是不幸的 但是放在一个作家身上来说 实实求是来说 却成了一种滋养 我们常常不说 国家不幸 施家幸 对吧 说诗人不幸 作品幸 也是这些经历 导致了麦家老师 他自己的情绪非常的细腻 然后他对人的内心的把握 非常的准确 这些在转化成一个作家身份的时候 就会变成了 极具有冲突的这种故事结构 极具有穿透力的文字表达 和极具有这种情绪调动能力的 这个措辞节奏 所以后来他的作品名声大噪之后 大家突然发现了 哇 这是一个如此内心细腻和可爱之人 这些铁站的这些书籍 因为已经非常经典了 我就不过多赘熟了 重点还是想给大家聊一聊 这个人生海海 因为好多朋友可能 对这本书呢 相对来说还没有那么的熟悉 但虽然他已经非常多了 非常多的读者 非常多的这个发行量了 人生海海当时在写的时候呢 这个书名其实就非常具有特色 闽南语 大家如果福建朋友 那可能知道 说人生海海 山山而穿 就人生像大海一样 起伏不定 变幻莫测 也正是因为如此 所以才显得那么的可爱 和具有吸引力吧 我在想人生的魅力之一 可能就在于 他从来无法被安排 从来无法被安排 也因此让我们所有的努力和奋斗 都充满了意义 虽然他并不能直接决定 我们的未来的结局如何 但始终探索未知的勇气 都是令人振奋的 或者是令人钦佩的 总是要好好的活下去 他说人生就像大海洋 他什么都可以创造 但什么都可以颠覆得了 这个书里头很多的金剧 其实看完之后 对人的感触很深 比如第一个说 人生海海 赶死不叫勇气 活着才叫勇气 其实这句话 当然现在说出来 感觉就轻飘飘的 像极了很多人 一直批判冬雨会的 说心灵鸡汤的味道 但实际上你知道 为什么有的话 有的人会听起来 像心灵鸡汤 有的人去觉得 那是人生真言呢 其实就是你的经历 和感受度的问题 就是当你的经历 比较单薄 然后你的感受力又不够 你的阅读量又很小的时候 你就会觉得 很多话轻飘飘的 他听起来极其的正确 又极其的空洞 美好的像一个花瓶一样 几乎没有任何用处 所以你就会觉得 那些要心灵鸡汤 首先他仅限于 对你来说心灵作用 因为他无法支撑你的现实 但第二他又是鸡汤 你又感觉 他是那么的健康 和富有营养 所以很多人会把话 听人心灵鸡汤 其实主要就是 自己的现实生活 经历程度不够 或者他没有办法 经历和自己的心理感受 结合起来 就是他要么是一张白纸 要么他即使经历了事实 仍然脑子是一片白纸 所以这些人 会把任何话 听人心里鸡汤 但是如果一个心理很丰富 并且善于把现实和人生 结合起来 一起去感知的人 都能从很多经典的语言里头 感受到那种穿透性的表达 那种浓缩性的提炼 说敢死不叫勇气 活着才叫勇气 我觉得你看这本书就能理解 因为里头描述的 那个上校的那个身份 他早期做出了大量的牺牲 然后他在后期也被那么多人误会 他心里始终藏着一个秘密 他在经受那么大的误会 挫折孤独和 无可奈何的时候 他竟然从来没有想过一死了之 反而是怀着一个巨大的勇气 坚持下去 我觉得这份勇气 本身是值得钦佩的 勇气永远是人类的第一品质 在任何时候都是 因为你要想到一个物种 能够从如猫吟血 在自然界中 被任何一种疾病吞噬 被任何一只野兽所拖走 甚至被同类所灭绝的时刻的 这样艰难情况下 我们仍然能够浩瀚宇宙 星辰大海的一路走来 并且发展成现在这种高级的物种 我觉得这里头最重要的东西 就是勇敢的迈出去 并且在艰难困苦 然后鱼血风霜面前 始终怀有不灭的一份 那种内心的火焰 持续前行 这个很重要 所以人类的勇敢 始终是最重要的品质 没有旨意 然后这本书 我觉得给人留下第一印象 就是勇气 而且他定义的 甘死不叫勇气 活着才叫勇气 我觉得这个对于现代人来说 可能更加具有影响力 然后这本书里头 第二个写 叫人要学会放下 你看第一个 就是勇气特别多的人 容易怎么样 容易我执 容易执拗 容易锋芒地鲁 容易棱角分明 容易弄得伤人伤己 你会发现很多 特别有勇气的人 他就像死灵 到最后可能就成了 明完不化 固执 且不知悔改的一些人 有的人真的是会这样的 从一个角度去说 你说他具有勇气 但可能从另一个角度去说 他是令人压抑和令人痛苦的 就是他拥有勇气的同时 缺乏了一点智慧 所以我觉得这本书里头 他描述之后给人的这个影响 就是他同时又拥有了智慧 就是学会放下 放下在这个书中解读为什么 就是是一种能够饶人的善良 也饶过自己的智慧 很多程度上不纠结 尽全力而为 但是对结果听之认之 因为你要知道很多时候 人的努力是无法影响结果的 你只能追求自己内心的无憾 所以你只能说对过程负责 没有人能够对结果负责 对吧 说到这个点上 我相信镜头前很多有生活经历的人 都会比我更有发言权 不管是对于自己生活的 身体健康的 爱情的事业的 你只能过程尽人事 但最后还是要 听天命 就像前两天评估去那场 孩子问我的问题 我说能力决定下险 机会决定上险 有的人提炼应该说 你要性命 但是你还是要拼命 其实就这个意思 就是你既要有勇气去做事情 但是你也有智慧 去接受拥抱一切结果 所以在这本书里头 就是学会放下 放下是一种饶人的善良 穷寇莫锥 你看中国的古人 就讲究这种智慧 然后第三个书里头经典 就讲生活不是你活过的样子 而是你记住的样子 这个对我们也有启示 就是好多人在回忆 过去青春的时候 你会发现他执着于什么 他就记住什么 换一个说法 其实也是他在意什么 他就执着于什么 有的人如果一直在意 自己失去的东西 他总是无法跟自己和解 如果人有时纠结于自己 错过的东西 他也无法跟自己和解 就是总之看你要自己 在意什么 你就会执着于什么 最终你就记住了什么 这个书中就说 生活不是你活过的样子 而是你记住的样子 它本质上是对人价值观的 一种修正 学会跟自己和解 孤独的时候 你学会孤独 享受孤独 然后当有一天繁华和鲜花 拥抱和掌声袭来的时候 你也能够自然相处 然后坦然切瘦这一切 在能做事的时候 做事 在该读书的时候 读书 生活是你记住的样子 然后呢 这本书最后 麦家老师当时在访谈的时候 大家还记得吗 他当时我一本就做 人生海海 山山而穿 然后幸得一遇 心中无余 我不知道这个一遇 遇见的是什么 遇见的是一个人 还是一件事 遇见的是一个结果 还是一段经历 遇到的是一位良人 还是人生的一段美好时光 无法定义 但是相信 竞争前的你们肯定都有 如果回首截止到你 人生目前为止的经历里 请你不加次数的告诉我 你觉得你最大庆幸 遇见的是什么 你的答案就是书的答案 或者书的答案 就是你的答案 因为读着给了作品生命力 你怎么样解读它 都是对的 本没有标准答案 就说那个鲁迅说 世间走的人多了 便于是有了路 作品也一样 解读的人多了 便有了作品 你怎么样解读都是对的 不存在合不合理的情况 所以这本书呢 是麦家老师 他当年在前面谍战类的书籍 大受欢迎之后 其中沉寂了几年 然后与自己的一次和解 这是一个人 与自己不幸的童年 开始一场和解 他通过一个人物形象 加出了一切生命的苦难 和岁月的挫折之后 仍然心怀光明 大风磊落的样子 当然我们也 我们无法去重复 书中主人公的故事 我们只是希望 从他的心态和力量中 汲取一些养分 来滋养自己 人生而自有 但却无往在枷锁之中 所以我们真正要做的 可能是与内心的 自我达成和解 当然这个达成和解 不是一个消极的躺平 而是满怀着正义和善良 然后勇气与信心 坚持前行 然后该做的时候做事 该读书的时候读书 能修炼的时候修炼 该享受的时候就是享受 然后最终接受生命 给你造成的一切结果 这本书一定称来说 其实是一个作家 他比例能够穿透纸背的时候 开始想要写自己 写故乡 写成长经历 但这个作家 在接受采访的时候 他也说过 他说故乡不需要跟我去和解 故乡不需要我甚至 然后父亲呢 父亲也不需要跟他和解 因为父亲当时已经离去了 所以这本书本质上是一个人 与自己和解的过程 所以我觉得这本书最适合哪些人呢 就是常常对自己感到纠结痛苦 并且内心的愁苦 无人诉说的人 因为他既然能让一个那样著作等身 名声在外的一个大作家 都与自己和解 他也应该能够给你我这样的平凡之辈 一些和解的力量 需要朋友自己去拍吧 但这个书里头也有句话 我特别认同 就是说这个没有完美的人生 不完美才是人生 就像大家看伟大的一个艺术品 残壁 断壁 但是它是最美的这个威纳斯 好像完美的东西 人就觉得它不真实的 就是有那么一点缺憾才像人生 而且它缺憾的恰到好处 仿佛缺憾的之处 它的比例和线条 却显得更加的鲜明 更加的柔美 更加的饱满 更加的坚毅的一样 人生大大小小的遗憾 它不是剥夺了你 它反而是奖励了你 塑造了你 有的时候就只要这个 经历来的足够早 足够的准 然后给你内心留下的印象 足够的深 足够的持久就行了 OK 感谢大家 卖了一万本 这本书吗 加一期 那挺好 挺好 大家那个啥 收到书得看 这个书真的得看才有用 当然我也觉得 麦家老师 他的所有的作品 其实里头有一个优点 就是我个人 其实有大量的阅读 而且我对读书 其实以前也不限种类 几乎是来者不拒 因为我需要不断的 去拓展自己的信息边界 我要只喜欢看一类 我最后可能变成一种人 我要一直喜欢看爱情的人 我最后变成个恋爱脑子 每天霸道总才爱上我 对吧 我要一直喜欢看历史的 我就容易变成一个钻营 投机取巧的规律总结者 洋洋得意的 以为自己掌握了历史的真谛 并且能够重复演练一遍 让自己成为人中文混 其实是无法的 或者我要每天就研究那些哲学 我会走入一个万机不复之地 变成一个精神空虚的虚无主义者 所以我尝试通过阅读 来打开自己的知识边界 就来者不许 什么书都看 然后很多的文学作品 有的人会为了写一部惊艳于众人 然后流芳百世的作品 有的时候作家其实也在做尝试 大家要知道在现代社会里头 很多时候销量决定一切 很多人就为了讨好作者 讨好读者去写很多东西 尤其大家现在那种网络文学 你喜欢霸道总裁让我 我给你写上这个元素 你还喜欢女权 行我把大女主 你还喜欢穿越 行我再给你加点穿越 你喜欢爽文 行这个大女主到古代 最好是一个富可敌国 然后手眼通天之人 你还喜欢 你还喜欢什么色彩 我给你加进去 总之现在那些网络口水文学 几乎它可以一夜之间产生 无数的小作品 并且它只要受欢迎 它还可以拍成各种网剧都行 但是长期来说 你说那种东西 给人精神上留下了多大的反思 对人类这个物种 形成了多大的 这个精神上的陶冶 或者是教育 此事求是的来说 微乎其微 它是一个奶嘴 它是一个糖 它让你那颗满足和快乐 但是它无法形成反复的咀嚼 然后麦家老师的书呢 我觉得我特别认可 也特别喜欢 特别崇拜 特别尊敬的一个点就是 他总是在绝望中探索一种希望 他也在艰苦中探索一种 人性光辉的道德 这点是很难得的 你看比如谍战片里头 谍战片里头 你觉得那些人都有个共同特点 什么 就是即使酷刑加诸于我身 然后使我隐姓埋名 身体残缺 孤苦无依 穷困潦倒之时 我依然如 这个光辉照耀一帆 坚持我内心的信仰 我觉得这是很多谍战片 看的之后让人善然泪下 他连死都不怕 他还怕什么呢 这就是很多谍战片到最后 给人留下感动的一刻 但是作家 就是麦家老师 作家如果成就了一种文章类型 他很有可能会沉迷其中 他始终写这一类 因为我发现这类受市场 欢迎我这辈子跑这儿挣钱了 所以这也是为什么体现了 后来人生海海的一个难得呢 他自我突破 麦家老师后来在央视台去过开奖了 好像就是在开奖的舞台上 他说我后来火了 之后有几年写了一些不该写的东西 他都很清醒很克制 时刻在反思自己 所以他后来就沉寂几年写了 人生海海 当然我知道他最近有新作品面试的 因为我去年 咱今年前半年 我去这个杭州当时吃饭的时候 就是他已经闭关了 几个月都没见人了 然后我去 他说跟我吃个饭 他回去又继续闭关写作了 对 所以我还记得他新作品写出来之后 我能再来一次呢 所以这个作品中的上校呢 可能看起来是一个怪诞 命运复杂 经历离奇 但是又充满了人性的光辉和道德的高尚之人 我们不可能与他有一样的生活经历 但我们能从其中窥探一二 并且汲取一二 已然足矣 感谢各位 我就不啰嗦了